六港町里董公園最近出現一座做行政高知的公共幣宿 這個競調的方式也配合到旁邊的郵寮設施 設計做大小朋友都很介意的樂高積穆外形 在公圈裡面也有小朋友全用的買湯 民眾就說實在很感謝 一看過去人的很大型的樂高積穆 就出現在六港里董公園 今天我一看門口的表紙 寫著幣宿兩個禮 無論是男人也是女人 以及全種空間都有 採工通風很好 清清清清清的 讓民眾感到很大心 一般人的印象公共幣宿 就是很老久還沒 六港町工作 打破傳統 向管政府獎出500萬的建築 設計兩個很可愛的幣宿 六港一個很夯的一個地方 那每次的那個下班之後 或是假日 總有那個死大人 阿公阿嬤 或是爸爸媽媽 會帶小朋友過來這邊玩 那最主要是說 這個地方很多人在玩 然後這邊沒有廁所 就有很多民眾在反應說 應該要切一個幣宿 那我像張華縣政府 威民谷縣長 爭取了500萬 做兩個幣宿 那這個就是我們 現在這個所在 鹿港兒童公園 還有一個在 我們藝術村的那個 小鹿兒童公園 那這個所在 我們是用居木 下去做起來 做起來 讓顏色非常的鮮艷 而且裡面的幣宿 包括有障礙的廁所 還有親子廁所 有大人的廁所 也有孩子的廁所 雖然幣宿不太多 但是可以說 麻雀缺小 有障礙全 這人的節目 做形的幣宿 就設立在 李董公園 希望大家知道 幣宿的公園 不僅是 改善心理輸求 不可以搭配 準備警官 先為美麗 又清晰的警示 大中華新聞 是最大的 有關了 但是 他在這次 有關的 對象 有關的 那些